乌克兰东部克拉莫托斯克 一间知名餐厅遭俄罗斯肥弹攻击 造成严重死伤 现场民众逃窜 搜救工作从白天持续到晚上 甚至出动救难犬 穿梭在废墟中 对于空袭俄罗斯仍否认到底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认为 俄罗斯总统普钦正输掉战争 只是他又口误把乌俄战争 讲成伊拉克战争 现在还传出俄军内部 正在清算瓦格纳兵变帮凶 其中一位就是号称末日将军的苏洛维金 专家也分析 如果消息属实 这将是俄军鹰派与保守败 分歧扩大征兆 但无论如何都危害到普钦掌权 克攻一个也不会放过 从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到独立记者 前间谍 跟普钦诉对的 不是被关 就是死因不明 而并变真相和后续实际发展 恐怕也只能继续埋在红场围栏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